所谓的重数,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题目就是要我们把这几个 范例总共会有10个数字 它就固定就是10个 那我把这个10个数字 先做输入好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 就是它主要是要我们算出什么 算出哪一个数字出现的次数最高 其实大家如果你不用 Python来做的话 你也可以用Excel来做 Excel里面康义符 就是类似的用法 Excel 类似像这样 Excel Microsoft 其实就这样 就类似像如果用Excel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资料 一样先放在这个Excel里面 那我们可以 插入环数里面可以用 统计类里面的一个count if count if这个 count if什么 range就指的是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 criteria就是这个数字 范围的部分把它按F4 把它锁起来 锁一下列 按确定 你把它向下填满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出现的次数 然后把最高的那个 看到18 出现次数是三次 那其实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我不用Excel 我要用Prize来做一样的事情 该怎么做 所以特别是在Prize里面 它没有Excel这么方便的东西 清单 有没有 所以第一步 你就要先开一个空的list list一等于中国阿湖 对 然后分别把输入的资料 一个一个把它append到那个串列里面 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在Prize里面没有count if 它叫count count那个数字出现的次数 然后把最高的那个留下来 最高的那个怎么留下来 所以特别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写法我再说一下 1 我们一样先建一个空的list 然后总共会有10个数字 所以我们跑个回圈 for iron range 刮弧就10 就10 这等于跑10次 就0开始 然后分别怎么样呢 把input的结果怎么样 做输入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另外再增加一个变数 我就直接把输入的质量放到这里 或者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这边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这边也许可以多增加一个n n等于 这个 输入的结果 然后再把n append进来 这样也可以 如果你假设要脱懒 少写一行 你就不用多一个n ok 然后呢就是 把34放进去 把18放进去 一直放到最后这个18 好 也就是上面这四行 主要的用意就是把资料 全部放在list里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算哪一个出现的次数最高 所以呢我这边先新增一个变数 叫max c 有点像预设 点count 特别追 有没有我刚刚讲过 list1 它有个方法叫点count 点count 实际上呢 就类似像那个count if 然后我就把它什么呢 把第一个数字先放进来 哪个数字 也许第一个i 从0开始嘛 34 先放在这里 34 算一下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 那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的结果是1 有没有大于max c 有嘛 所以呢先把34先留下来 那次数的话 也把它留下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放18 18 它这个18放进来的话 那等于它看着3个 有没有比1还大 有那就留下18跟3 那最后呢 应该都没有比18还大 所以最后的话 就把18跟3print出来 那就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注意注意哦 这地方底下 那怎么留下最大的 就是把什么呢 把最大的那个数字 就list1中瓜5i 放在n里面 就是18 然后呢 把它得到的结果 这个count的结果就是3 把它放在maxc里面 有没有18跟3 那这样后面一直跑跑 好像没有比18来的高的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 最后的结果 18print出来 三次print出来 所以最后这边 输入完之后的话 然后按enter 得到的话就是18跟3了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最重要的是 上面呢 一定要先怎么样 把资料 先放在串列里面 再利用那个count的这个函数 去计算说 这个数字 总共在这个串列里面出现过几次 它其实真的还蛮像那个什么 康义夫的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们以前有使用过那个类似康义夫 的这种用法 假设你要把它 拿到那个pith里面用的 我要记得 pith里面叫count count 算一下 这个数字 在这个清单里面 出现过的次数 OK 点count 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 比如说你要出现 你要算哪个数字 或者哪一档 资料 在某个范围里面出现过的次数 就点count 就好了 也就是它会帮你找出 里面 曾经出现过的次数 回来的话 会是 一个数字 OK 这个也可以拿来做比对 比如说 两个范围比对 有没有重复出现的 也可以啊 其实也可以 串列里面点count 然后丢一个东西给它 让它去找就对了 所以这有点像是 帮你找找看 有没有重复的资料 所以 也可以用来做 那个资料的 资料的比对 OK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